一把好琴的標準是什麼 在我看來 一把好琴就是會讓你想要彈琴 那麼簡單 嘿 大家好 我是得告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我來告訴你 每一場琴值得在哪裡 馬上說服你 各種案例 各種佐證 大家好 我是得告 歡迎收看德國的即興人生 本集節目就再來分享說 每一場原比你想的值得 而在本集節目當中 我會來證明這件事情 如果你喜歡本節目的內容 或是本頻道的這個風格的話 歡迎訂閱留言分享 這對我來說會是一個極大的幫助 感謝你收看 我們繼續 每一場琴 很多朋友 尤其在觀看這支影片的朋友 一定會想說 每一場琴 到底是不是一個信仰 到底是不是 一個迷信 迷思 根本沒有必要買 然後我花好幾萬塊錢 大家都在賺辛苦錢對不對 不是說 好一把錢二十萬嗎 嘿 二十萬 五十萬 如果那樣子的話 買一把沒一場 六萬八萬 小事嘛對不對 我們都不是啊 所以你一定會好奇說 那這樣子沒一場琴 可是我們又擔心說 萬一早買早享受 那我玩買不就很可惜 這就是我今天要來分享的 切身之痛 對於我來說 只有三件事情 彈琴的人生當中 有三件事情 最後的後悶 第一個 沒有早點買Fender 第二個 沒有早點買Gibson 沒一場 第三點 欺騙自己不需要 吼 這是我自己的切身之痛 所以我跟各位好朋友來做這個分享 你要說 你要走證明 好 我現在去拿吉他 打開琴盒 沒一場 會有硬盒 所以 我在節目中所分享的所有的idea 觀念觀點 都是可以融會貫通的 所以我也很歡迎各位朋友說 看到有硬盒 每一場電路 特殊規格 趕快買 哪怕是 末廠琴 或EP phone 之類的 趕快買 因為那絕對是好康 限量版 簽名請 現在我們就來分享 我先去拿一下Fender的琴盒 好 來Fender的琴盒在此 喔Fender 幾個月前 我有拍過一個用酒精 來清洗這個表面 如果你放了一陣子 比方說出國幾個月 表面有一點點污夠 髒污 怎麼清潔 用酒精 可以輕易的清掉 頻道上 就有影片 好 我們現在來開箱 一定會有人好奇說 欸奇怪 我聽人家說 啊那個 硬盒很佔地方啊 什麼之類的 我告訴你 那就是沒有體驗過硬盒的好 才會分享這種事情 對我來說 我家家裡大概有發現 1 2 3 4 5 6 6個硬盒 一間小小的房間 沒有6個硬盒 為什麼 過得好好的 硬盒 對於天氣 對於保濕 等等 講錯不是保濕 防潮 效果極佳 再白化一點 什麼意思 琴不會生鏽 琴顯比較不會生鏽 這個比較不是一點點 是很多倍 所以在我自己的使用下 那麼多把琴 你每天沒有時間 累得半死 結果你好不容易找到價值 趕快 打開琴盒 一打開 哇 生鏽了 怎麼辦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見 不會吧 這樣不是很可惜 琴盒打開了 低一點給大家看 其中一把琴盒 如果你對於硬盒相關開箱有興趣 頻道上有更多相關的影片 是在做這個硬盒開箱 之類的影片 硬盒 裡面會有這個相關的原廠 一些小配件 所有東西都是錢 當然 副廠會付給你 這個是硬盒的鑰匙 硬盒的配件 它會有一些這個 再高級一點的 它會有書 什麼是書呢 原廠證明書 當然像這些什麼 吊牌 簽名 品管 控制相關的 簽名 等等的一些文宣 還有送這個原廠的導線 根據不同的 例如說Custom Shop 或Vintage 琴盒 它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配置 然後呢 Custom Shop以上 以Fan為例的話 它會有證書 上面會有寫的相關情景 情深的規格等等 好 我們把它拿起來之後 做下來 那你說 這東西有必要嗎 我來舉個例子 告訴你 我要怎麼用我自己的故事 我來跟你分享說 每一場好彈 又有省力 而且這個硬盒 爽 因爲說你可能會聽到 你就講說 硬盒 很佔空間 那可能是有點奢侈 哈哈 因為 你必須要 蠻有錢才可以 家裡有很多 很多把琴讓你硬盒 多到放不下去 這樣子 好 這把琴最近 我又有一個新的題目 你也知道說 我這裡 我現在也有 日常 末廠的 Vintera 末廠除了簽名琴之外 最高系列 又像那個 RAWON軟器的版本 或是有 RELIC的版本 它不是一個很常駐的琴款 所以我買了這個 朋友的 之前好朋友的一把琴 Vintera的Jaga 前幾天 剛好假日 對不對 我們把周遭環境 住家復印環境 做一個清潔 例如說什麼 去除雜草 之類的 清除垃圾 弄完整個人很累 可是你要趁假日做 結果呢 晚上的時候 好了 我們剩睡前時間 來休息一下 談一下琴好了 我第一把琴 先拿了每一場的G&L下來 如果也不知道 G&L是什麼牌子 他們是Fender Leo Fender最後一個公司 他跟George George Harriton 一起創了這個 G&L這個品牌 意思就是 他把他人生最後的 最精華的設計 都放在G&L上面 然後呢 意思就是 他是改良版的Fender 的感覺 所以我先彈那把琴 彈完 然後我彈了末場的G&L 末場Vintera 末場Fender 好 彈一彈 又彈了老日分 我那一把 三四十年的老日分 又彈完 好 OK 差不多了 結果 在我快要休息的時候 好啦 不然彈一下每一場 好不好 因為平場比較常 都在彈每一場Fender 所以其他把琴 頻率稍微低 所以今天先這樣彈 我就把那把琴拿出來 這把琴拿出來 一接上音箱 啊好 事情不妙啊 大事不妙 為什麼 我們都說 啊 Fender啊 不是什麼 頂尖啊 了不起 什麼 可是最 這還有更貴的琴 還有 八萬的十萬的十幾萬的一把琴 Fender 每一場 尤其以前的Standard 這是舊版的Standard 現在Professional已經出到二代 所以這個是前前代的每一場的 的基準款呢 叫Standard 哈哈 的這種感覺 一彈下去 因為我前面談了 各種的情景 三把琴的情景 結果 我的深刻的心得是 最直接的講法 就是這把琴讓你彈起來毫不費力 還有音準的問題 最近你知道有寒流嗎對不對 寒流 所以全台灣氣溫下降 這個時候就會考驗到 這個 裡面的那個銅條 這一根Trust rod的穩定性 還有整把琴的硬體 木頭等等的品質 為什麼 不然他就很容易遭受到 這個熱戰冷縮的環境影響 會變成什麼情況呢 變成說 他就很容易 這個情景 很容易 不一定是彎曲 有可能是更貼平 都會變成 反正就遠離你原本的setting 然後可能會走音 然後不太好調回來 會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這聽起來都還好 但是 在這種極端的環境下 苛刻 嚴苛的情況下 因為你很累了吧 對不對 當晚沒多少時間了 如果你再沒把琴 拿起來 調個十幾分鐘 不要講幾十 講十分鐘就好 好不好 人就已經累了 反正就想 就累了就愛捆了 你還要再多花精神 去等一把琴 調好音 心情就很差 然後你搞不好 不然 太好太好 談一談來休息 哇 算了算了算了 改天 這個一改天下去 就延後很多 各種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光是你今天可能談得很開心 談得很盡興 欸 搞不好 寫出了新作品來 對不對 想到新idea 調出了新音色 錄了新歌 所有事情 都往你在努力的方向 多進了一步 結果就因為這一個小小的阻礙 哇 你心情就不好了 狀態就跑掉了 因為這很珍貴的時間 你不是一整天都要瀏覽做這件事情嗎 你要先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之後 才有我們自己的時間可以來運用啊 你有家庭 你有事業啊 對不對 就算你是學生 你還有課業嘛 結果 那十分鐘左右的小小的一個delay 一個阻礙 就可以可能毀掉你一天 甚至一兩個禮拜的進度 因為你不會 那麼有時間全神灌注在這裡 生活中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就這種情況 結果在那麼累的情況下 我會談到Mesa Fender 喔 音準沒有問題 你看又濕又哪個天氣 沒有走音 沒有什麼奇怪的setting 什麼琴臉指板 怎麼有的沒有的都沒有 拿起來就開始彈 而且是 我喜歡的感覺 那首歌 那感覺最直接的 對 這是對的 讓你馬上 順暢的進入那個狀態當中 讓你開始創作 最起碼 開始享受彈奏這件事情 不管你今晚的預定是什麼 你想要練習 想要嘗試 創新 學其他的idea 聽別人的音色demo 然後自己來 那一點即興 甚至開始寫歌 錄音都沒有問題 他沒有浪費你的精力 在一些額外的事情上面 當你可以負擔得起的話 我會很建議各位朋友 買把煤廠 除了剛剛講的這些因素之外 還有我一直在講的硬核方面 硬核 我真的很難再跟各位朋友 用更深切的 詞語來形容 你可以想像一下那個畫面 你疲累了半天回到家 有了時間之後 打開硬核 那個瞬間呼鼻而來的味道 這還不是軟漆的琴 硬漆的琴打開了 而且這幾把琴 你說我已經買兩年了 至少沒一場 兩年 2022 對21年 現在兩年半兩年多 這把琴 琴額還是很香啊 沒有什麼 什麼 什麼 受潮發霉什麼的臭味 沒有完全沒有 打開就是香 心情就是好 然後你不相信 沒關係我舉別例子 我買二手琴 每一場的GL 硬核打開來 頻道上都有相關的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歡迎點閱 一樣是香的 你不知道別人怎麼顧別人怎麼那個 一樣打開來是香的 然後我買 一批縫 中國製 一批縫 一批縫 1959 硬核打開來 香 身形正一千名琴 一樣中國製 日本限定款 打開來 香 硬核的魔力 每一場shack 哪怕他已經庫權有一點時間了 那時候我買到 初清買到不錯的價格 那是我的第一把每一場清 打開來 香 今年 最後這個你可能覺得說服力沒有前面那幾個兇狠 TELOR 814CE LIMITED EDITION 打開來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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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沒有噴香水沒有噴其他額外的保養液什麼之類的 每次打開你心情都有過好 如果你需要更多證據我再想辦法 如果證明給你看 打開來心情就是很棒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還沒有任何每一場琴 甚至硬核吉他的人 你的房間真的小到放不下任何一把有硬核琴嗎 不會的 齁 我學生在台北 學中時代在台北住了四年 大學 兩年住宿舍 住宿舍當然比較不方便 但你住外宿的時候 當然放下琴那個時候 最多房間裡有十把電吉他 店家木吉他 差一而已 當然都是很便宜的二手琴 或來來去去或幾把老朋友 但是 十把琴的琴袋 我還是放得下去啊 因為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不是嗎 一顆硬核 能佔掉你生活多少空間 而且那個硬核是用來 裝一把你很寶貴的吉他 那不是 超完美的 根本不需要談到什麼啊 你可以搭飛機啊出國 我需要再跟你說一下 硬核 去表演多方便嗎 尤其對於表演頻率少的朋友說更方便 一把硬核提上琴的氣勢完全不一樣 不相信你可以提上琴 不管你是去表演還是比賽都是 就算你是提到後台一樣 心情超好 再來 硬核你可以不用背在背上 你可以放在推車上面用推的 我自己開車載的時候 直接放後車廂 或者是後座 硬核放下去什麼都不用煩惱 不用放在那倒 或是行車速度按 緊急煞車啊 空一下 不會 當然好的琴袋也不會 硬核 他可是他也放在地上 琴袋你要把它丟在地上嗎 這不太好吧 但是硬核 就是有這個優點 唯一缺點是 稍微有點重 稍微 但請大家萌心質問一下 很常出門嗎 很常念團嗎 如果真的那麼長 那投資一個琴袋 沒什麼大不了嗎 問題是你有一個原廠的硬核 又帥 又好看 帥這件事情 他不是迷思喔 他就是帥 一個原廠的硬核 而且還美國製的硬核 除了爽之外 還有什麼形容詞 一個硬核 又香又有保護力 打開心情又好 然後再來 這一點大概是我覺得 最不需要講的 我當然講 彈奏啊 彈起來很舒服 彈起來很舒服 這居然是我會對每一場篇的使用的詞 以前我一直以為 以前我有多麼愚昧 大家不要犯這個錯誤 我一直以為一把琴要十幾萬 一定要什麼手工琴 Custom什麼很特別的琴 才有可能達到 所以我相見恨晚 每一場的Standard為什麼那麼好談 尤其我每一場的Sector 每一場的Teller 我還是得承認每一場的Fender真的很好談 我還每一場GNL 每一場的Fender就是對我的胃 再來 不要說外觀沒有差喔 哪怕都是硬七月琴外觀的琴 沒關係很簡單 你去月季行 試彈 一把每一場 一把末場就好 不要拿Squire來比 拿每一場跟Squire比 這有點實在是太過分了 每一場 跟末場來比就好 或是日場 如果都有 都拿來一起比看看 你只要拿到手上轉一圈 拿來手上轉一圈 用你的肉眼 因為我們你說 你怕人家 拍影片加料 齁 或是 可以加好天處 用你自己的肉眼判斷 肉眼就好 不要看照片 肉眼 看一下 聞一下 物理上的 摸一下 當然不是可以黑黑黑黑 那把人家前摸的很長 當然不是這一種 但是 魔幻看 肉眼看 看上面的金屬的配件 木頭 各種上面的顏色 紋路等等 我相信 你會摸得出來 什麼叫做高級的感覺 就是那麼雄狠 我自己的親身體驗 然後他就 這請不得了 哪怕也談過很多很棒的每一場 很多很棒的末廠 很棒的日常 很棒的中國製的琴 但你還是知道每一場是有些東西不一樣的 拿在手上 肉眼看 是看得出來的 即使你現在透過鏡頭看 我覺得還是不是很準 肉眼看 相信你的眼睛 你的直覺 有一些東西你日後才會發現它不一樣 但是你的眼睛你的五官 是能夠直接感受出來的 當然最後面來到用料材料 材料的方面 木頭 最麻煩的改裝部分木頭 木頭 硬體 不要忽略這個 你說這一片金屬還可以稍微 或是一個旋鈕材質還可以稍微 看這個 CTS 講錯 Switchcraft CTS Switchcraft 這把琴我彈了兩年半還沒有任何問題 而兩年半是超常彈 去表演 去錄音室 在家裡瘋狂拍影片 平常鏡頭前看不到的畫面 瘋狂的 這把琴就是沒有出問題 這不需要任何的讚 不需要讚 不需要影戰 不需要那個 好的東西 國外有個詞叫Premium 高級的 優良的 優質的 材件 材料 這一些 零件 硬體 不需要狡辯 不需要我來 交添觸 但我要來分享就是 這個東西真的值得 這是我的親身體驗 用我懂的方式 我體會到的快樂方法 分享給各位朋友 旋鈕的穩定度 就算不是鎖定式 依然 音準很棒 你好幾天 彈完之後 插一插收起來 幾天又拿出來 基本上你表演 調音就可以開始彈了 當然你錄音之前 還是建議再調一下 比較安全 演出錄音前 再調一下 這樣是萬全之策 所以我買了地板式調音器 用彩下就可以馬上 就不要在那邊夾 開機 看不到一道 地板式的 跟一顆BOSS 單顆一樣大 因為BOSS的 很明顯這個時代真的很幸福 比起拿手機怎麼調 效果器上面這一條 我覺得更直觀 更方便 更清晰 就講這個 Flat End齁 琴眼 琴景邊緣 當然現在末廠琴 副廠琴 越做越棒 連Squire我都讚譽有加 但你還是可以感覺得出來說 每一場琴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你整把琴的質感 的重量 拿在手上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但是你的身體會告訴你 那個感覺是對的 不管是 啪起來 抱起來 彈起來的感覺 那個感覺是對的 就是那麼可惡 電路 哪怕你都 我們都知道 還有好多東西可以再升級 好那個升級 你看 光Traveler可以改 沟通 各種的 Grover的那個旋鈕 各種或是Fender原廠的鎖定式 各種電路各種電容 怎麼樣可以再升級 實驗器可以再怎麼升級 但你無法否認 這把琴 本來就是一把很了不起的好琴 在我談過那麼多好琴之後 我還覺得這把琴真的很了不起 也是我可以再很斷定的 連中國製的EPPhone都那麼棒 你跟我說每一場standard 不會讓你驚為天人 我不相信 然後如果你最後還有一個疑惑的話 你說 可是我看很多人拿每一場琴 那那個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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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拿每一場琴 日常琴 反正再貴的琴 簽名琴 Custom Shop什麼之類 不管哪一個牌子 談出來很難聽很爛啊 代表沒有價值 代表是信仰 錯 錯 錯 大錯特錯 意思是什麼 拿在他手上不好聽 不代表拿在你手上不好聽 這是我的切身之痛 以前我一直用這件事情麻痹自己 然後彈那個Gibson難聽啊 然後彈那個Fender難聽啊 所以FenderGibson等於爛 我有一段時間有這種迷思喔 而且還有根據喔 因為你看那個誰那個誰那個誰 然後Fender也彈得很爛啊 那GibsonGibsonGibson 彈出來音色也 你要我怎麼相信這東西好聽 直到我自己摸到 摸到什麼 摸到Squire 欸 跟我想的不一樣 摸到EPPhone 欸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就開始動搖 所以我才自己去慢慢存錢 一年一年買下來 一年一年慢慢來 慢慢來 在你買得起 負擔得起的時候 買下去 欸 驚為天人 我現在還那麼久 我還沒有把每場Fender賣掉 不然每場Fender很好賣啊 每場Fender搞不好還比每場Gibson好賣 而且用Strander 用Strander 喔 你說Jagga 那個Jazz Master還不一定 Strander 跟Telly一樣算是最好賣的型款之一了 啊 Strander更好賣 為什麼不賣掉 送 我一直想把它賣掉 去買一把Custom Shop 但我還捨不得 因為這把琴實在是 你說CP值嗎 這個 才是CP值的所在 每一場琴 每一場的量產 不得了 真的很棒 尤其你說 喔這一把琴很貴 好像現在可能長到五萬六萬了 每一場Fender 真的很貴嗎 你看看Sector一把賣多少 你看看Sher一把賣多少 看Tom Anderson PRS一把賣多少 欸當然喔 我自己還有過喔 所以我不會覺得 那個琴也值得 but 跟那個比起來 每一場Fender真的好便宜 超級便宜 你就想想看以上上述品牌 幾乎你買到一把每一場Strander 大概等級的琴 直接Fender價格跳兩倍 他該不該比每一場FenderStrander更好 當然要喔 對不對 如果那種琴就快貴人家兩倍 你還沒比人家 讚 那個那個 那個才叫做信仰跟炒作 那實際上如何 都是好琴阿 都是好琴阿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在這邊理直氣壯跟大家說 每一場你到底有什麼理由好不買 就是這種感覺嘛 就算 你改天想要上述品牌 其實你想要去升級 或是你發現那才是你的菜的時候 每一場琴隨便賣都賣一定要超級好賣 而且可怕的是每一兩琴還不太會壞 所以你還很難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理由可以去二搞一把每一場琴 因為實際上什麼東西都做好了 除非你自己手養你自己心養去 改一些做一些實驗 不然除此之外那非必要的 大部分人買來包含我自己買來 喔 那感覺就是對的 這把琴買了之後我連護板連拆都沒有拆過 我根本不想改啊 我幹嘛 就換錢就好了 我幹嘛要把它拆起來 自己和 或是拿去給人家排隊 對不對 還要等 等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花一兩千塊工錢 拿回來 因為我不知道喜不喜歡 原廠就夠棒 大概是這種感覺 好 感謝大家收看 今天我自己的一些潛見 個人主觀的想法 但這也是同時我的親身經歷跟切身之痛 希望說對各位朋友有一些幫助這樣子 好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說今天節目對你來說有些實用的內容 請多多指教 或會有期請不用客氣 歡迎留言交流詢問 掰掰 我也得告 我白再會 每一場琴的快樂 真的很快樂 快樂到我可以在這邊 親安理 說完這些故事 掰